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水位面积17.14平方公里 也是台湾面积最大的水库 清建墓地主要为提供迦南地区灌溉用水 定居发电、防洪和观光功能 是多目标利用的水库 曾文溪流域全长138.47公里 流域面积1176平方公里 为台湾第四大河川 1939年设计迦南大寸的日本技师八田于一 利用曾文溪支流关电溪上游 兴建乌山头水库 并于大浦溪设置水坝 透过隧道取水至乌山头水库 供应迦南地区农田灌溉之用 但是取水率仅为全部流量的25% 因此八田于一曾建议在现今大坝坝址 建筑水坝与乌山头水库串连运转 以增加灌溉量 但因二次大战发生而作坝 直到二次大战后 建于乌山头水库灌溉水量不足 1959年由台湾省水利局着手规划建筑新坝 最后则定柳藤潭为坝址 大坝采用土石坝设计 1967年10月31日曾文水库动工 包括两条岛水隧道 上游挡水坝 大坝 翼红道 地下电厂等主体工程 其中两条岛水隧道 及上游挡水坝 是曾文水库大坝本体计划执行顺利与否的关键 目的将曾文西西水导引至下游 这样一来 大坝 翼红道 地下电厂等主要工程 才可安全施工 岛水隧道施工使用钢之宝支撑 和钢磨衬器混凝土 在当时都是集星的工法 其间约有50公尺 使用当时最新进的NATM工法 第二号岛水隧道 于1969年11月15日提前完工 第一号岛水隧道紧接着在1970年5月完工 岛水隧道完工后 曾文西西水经由隧道流动 大坝填竹工作 于是大力展开 曾文水库大坝是一座滚压式不透水 粘土新型结构的土石坝 竹坝材料主要来源有 翼红道开挖 坝基开挖 及河床材料 使用当时各式最先进的重型机具 层层堆递起着巨大的霸体 翼红道则有三道 每道的高度不一 闸门全开时 最大排洪量可达每秒9470立方公尺 翼红道所在的岩层 均属于相当脆弱的沙岩 分岩与叶岩 其强度及风化程度相差甚大 此外 结理与泥缝分布甚广 为确保开挖坡度 及构造物基础之安定 特别以不同做法慎重处理 为适应右岸地形 以台阶式开挖 采用三阶明渠式钢筋混凝土结构 打造三座弧形闸门 各宽15公尺 高20.5公尺 新颖巨大 独步远东 水库整体工程 仅六年施工 至1973年10月31日正式完工 增稳水库除了接续迦南大寸 灌溉重任 并供给公共与工业用水之外 也提供了大型水力发电效益 水库工程附带的水库式发电厂 新建作业 也在1973年完工 并委托台电公司代管营运 负责发电厂 及大坝基电设备运转维护 增稳发电厂是一座地下电厂 就位于增稳水库大坝下方400公尺处 厂房的入口 也是这座五层楼电厂的唯一出入口 需要装设多部专业空调设备 才能有足够的空气和适当的温度 23公吨的涡轮推动着直径69公分 时兴时地的水车大轴 每秒约用掉56吨的水 每小时约可发5万度电 发电厂的围水放流至增稳溪 经由岛水提案来到1929年完工的 乌山岭营水隧道东口 这条隧道是增稳水库 与乌山头水库重要的串联 来自增稳水库的发电围水 一路从东口岛水宴引导 流进乌山岭隧道 又灌入西口天井漩涡 最后来到迦南大尊的起点 乌山头水库 供应大台南及嘉义部分地区 民生及工业农田灌溉用水 而这一项串联设计 也使得增稳水库完成后 一口气将乌山头水库的年调节水量 从4亿公吨增加为8亿7千万公吨 足足有一倍之多 但因乌山岭营水隧道 自1929年11月完工启用以来 以将近83年的历史 输水量由原日治时期设计的 每秒56立方公尺 降到每秒40立方公尺 加上隧道主体已出现裂缝 漏水及浅层滑动等现象 为方只愿 乌山岭营水隧道发生突发的崩塌 导致无法输水 江南农田水利会 目前正在新建新的乌山岭隧道 预计2020年2月完工 然而增稳水库的营运也曾遭遇重大危机 在民国62年至98年期间 水库总淤积量约1.3亿立方公尺 年平均淤积量约400万立方公尺 但98年重创台湾的莫拉克台风 其为水库带来9千万立方公尺的泥沙淤积 并且造成坝前淤积 现在水库底层放水口 及发电进水口均遭淹没 为此 曾文水库管理单位在莫拉克台风后 积极办理水库清淤及设施改建工程 包含在水库左坝座 新建一条防御隧道 使水库能适时将入库泥沙及浑水 藉由水库底层隧道进水口排红肩放淤 减缓水库淤积 延长水库寿命年限 由于曾文水库与国内外其他水库较不同之处 下宇水位高低差达60公尺 因此在进水口的设计部分 隧道洞口无法有效违厌而布置于库底 但技术可行的隧道开挖 仅能到达库底海拔190公尺处 而无法达水库淤积面的海拔176公尺处 如果无法自淤积面排纱 排纱效果将相当有限 因此又在排纱隧道头端部分 新建一段向坝底延伸的银水钢管段 因其外形犹如橡皮 而被称为橡皮钢管 那这橡皮钢管它的难度是 它的总重有1500公顿 那因为它直径内径的径宽有10公尺 那这么大的橡皮钢管 怎么去把它安装运输到工地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由于防御隧道进水口 与出水口的落差达65公尺 排域期间大量洪水夹杂泥沙冲泄而下 造成强大动能 而曾文大坝附近的河道狭窄 出水口没有足够腹地可新建销能池 如何避免如此大量的水势 严重冲击对岸的增库公路 就成了这项工程最困难的任务 工程师们想到的方案 是在山体内开挖大截面的通道 让洪水直接在隧道内消能 这样的消能设计必须在山体中挖出高47公尺 宽23公尺 长147公尺的巨大空间 而开凿这么巨大的地下洞室 无法使用一般的开挖方式 工程采取边开挖边做秤气的工法 也就是从顶端开始挖出土石 并同步加上两边墙面的水泥秤气 如此逐渐往下降挖 整个开挖完成后 就只需要做底部铺设 并透过洞室内的三座碟水工 减缓从隧道内倾泻而下的水流流速 另考量到出水口断面太大 又首创中间助攻法 分隔成南北两个出水口 这个山体消能设计可说是世界首创 那这一个进水口的橡皮钢管 跟一个出水口的这个 消能使出水口 还有一个双洞口的这个 双洞口的一个中间处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工程 最大的一个特点 增稳水库防淤隧道工程 于2013年3月31日开工 于2018年1月启用 一 二 三 每年可排煞量 约104万立方公尺 大大减少人工抽沙与刮沙的人类经费 并增防洪能力 降低水库远水浊度 更能补充水库下游河道沙源 达到还沙与河海的目的 增稳水库工程是政府牵台以来 继石门水库后所推动的巨大水力工程 也是国人自办的第一项重大水力工程 首次由经济部与中心工程顾问设计监工 融工处独立承造 融工处自此也发展为使用最新施工机具的现代化工程事业 无论在国内外都受到极大的重视与肯定 在承揽新建增文水库期间 所训练的数千名工程人员 更成为后来承办国家十大建设 十二项建设 以及十四项建设的主力 并将国家建设技术与国人情谊 向外国输出 缔造硬体建设的软实力新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